大家好 今天是9月20号 今天我给大家说一下隔离电器 因为我昨天给大家讲北向资金和欧洲标准集团 它投资的一个方向的时候给大家讲到 他们已经开始涉及到消费还有电器类 包括个别的互联网的股票 好多的我们的粉丝朋友大家不要误解了 只是说人家北向资金他们已经开始着手加仓这些个股了 我们是统计的数据 那具体它涨不涨我们要具体研究这个个股的一个状态 你比如说这个隔离电器 隔离电器当然它不是加仓的 隔离电器大家看一下 这个隔离电器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了 我们先说一下 就是我只给大家说了 就是您的个股具体个股具体分析 首先这个隔离电器是这样的 就是长从高兴是让这个大连大马涨了100倍 它4个月暴跌了53% 导致了一批这个就是信仰 信仰者爆仓 美国都就是隔离了 该隔离了 年内呢跌了34% 从去年那个12月的高点 大跌了41% 市值蒸发了这个1600个亿 就是说股价低迷 已经跌破40了 这一波大跌 已经让这个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叫高领 设置的这个朱海明俊 朱海明俊呢 他投资的价格是46块一毛七 如果要不计这个资金成本 加上他一年分红47个亿 就是朱海明俊 大概付亏将近19个亿 那么他这个下跌的原因是什么 主要就是他这个业绩 因为这个行业啊 这个行业包括房地产啊 包括这个原材料的价格啊 等等给他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 因此说隔离的营收 当然你看见 他是这个上半年增长了 百分子30.3% 规模的净利润是增长了 百分子48.64% 看似还不错 但是这个 这是在去年的技术 低的情况下来的 但是你相对于说 19年比的话 他其实他的营收是下滑了6.4 规模净利润 大幅下滑了31% 因此说这个次 大家用脚投票 就是投这个的啊 不是说他这个增长数字不好 因为去年的 因为特殊情况 那个数字不不精确啊 呃 因为 隔离的70%的收入 都来自于这个空调业务 就是这个房地产 周期的影响和冲击 空调显然是卖不动了 那么他卖不动了 那么国内肯定是卖不动了 那就要开拓国外市场啊 我个认为 他在开拓海外市场一个字很难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再看下一本 就是隔离这个海外市场 他全球化进程缓慢 到目前为止 隔离在海外 经用巴西和巴基斯坦 两大生产基地啊 因此说他 这个隔离的这个领导 仍然是把这个布局再放在国内啊 这个全球化 我个人认为他没有大规模的开始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看一下他的竞争对手啊 他的竞争对手 这个早在2013年的时候 美帝就将这个全球经营列为这个公司的三大战略组组啊 你已经开始并购了 他16年并购了 四大并购啊 那么到现在 美帝的业务覆盖200多个国家 在全球有200多家子公司 11个国家 28个研发作型 和34个组的生产基地 员工15万人 这个 真的就相对于美帝来说 隔离未来想在海外发力 就是抢美帝啊 海尔啊 这个全球 人还有别的家电巨头的生意 我觉得不容易啊 哎 他现在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这个海外发展 我不知道是不顺利 还是他的规划有问题啊 这个我们就不说了 因为结果就是 他发展不顺利啊 那我们再看下面 那么他那就是好多人说了 如果国外他也不弄的话 那他是不是就走多元化的道路啊 是他也走多元化的道路了 一个不如一个啊 一个不如一个 你比如说 他刚开始搞手机啊 搞得雾七八糟 造芯片 也都没什么效果 那么好不容易收购了一个银龙啊 银龙这个新能源 做电池的啊 新能源车的 大家都知道 后续发生了一堆烂事 是吧 你不管这个企业到底好不好 你当时发生了一堆烂事 它没办法正常生产 您说它的一个多元化战略 也是一个完蛋的东西啊 您说总体来说 隔离的主营的空调 变成了一个红海赛道啊 这个红海赛道 相对于蓝海赛道说的 像红海赛道就说这个行业里面 很多东西都是已知的了啊 这个市场容量什么的 它的增长基本上都 都已经很清楚了啊 因为认为这个市场预期 也不会很高 您说他这个股价下跌的 一个逻辑就在这啊 这个赛 大家都认为 他这个赛道是一个西洋赛道啊 这个从 2020年的4月份 他首次启动这个回购计划 隔离到现在 已经完成了三次回购计划 就是回购了三次加起来 将近270个亿 但是回购并没有止住 这个股价下跌的步伐啊 那么目前呢 隔离的这个最新的PE 99.1倍啊 位于这个历年来 估值的一个下限区间啊 毕竟2018年的7.65倍 就说他这估值已经很低了 9倍的摄影率 我们经常给大家说呢 10倍的摄影率就算不错的 而同行美帝 他的摄影率仍然下 19.3倍 远远高于隔离 但是说 市场真是 用正经白银投票的啊 你这个人家美帝贵 就是因为人家的全球化 多元化 要好过隔离 就这一点 对不对 这个我给大家简单说了一下 他的一些技术东西 就是未来他能不能改变这些 他未来要涨 就是这些地方 他得有一些改进 最后呢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 呃 因为这个基本面分析 我基本上给大家分析了 那么我们再给大家分析一下 这个 技术分析 技术分析的话 我们就看一下 就是 呃 在这一天 在6月17号这一天 大家看啊 我在这给大家画了条线 这是6月17号的筹码 啊 因为这一天很重要啊 这一天 我为什么给大家画这条线 因为这条线 6月17号这条线 有一个问题 就是 因为他现在已经离开这个 成本均线 成本均线在这个地方啊 这是6月17号 那么正好6月17号 这个位置也是筹码分的下沿 就是筹码分 上面密集的 筹码分的下沿 这一天 我们做一个统计啊 我们做一个统计啊 大家看啊 我们这一天做一个统计 做一个统计的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们看一下 我们在这6月17号这一天 它跌破这个 呃 这个筹码分下沿的时候 我们测一下 就是 呃 在50块钱啊 51块钱往上 以上的这个筹码啊 51块钱以上筹码 大家看 在这一天 大概有89% 89 那么我们再测一下这一天 我们的价位呢 还是在51这个地方测 51地方 大家看51% 那么51%啊 我给大家把筹码打到这 这是51% 刚才 大家看清楚啊 我再给大家把筹码锁定到这 大家看89% 51和89 你就是90和50吧 我们简单的说 就是90和50计算 那么什么意思啊 那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啊 从这一天开始以后 筹码开始下跌 那么就是这上面啊 这上面有40%的人 原来这上面有40%的人 就这里面有40%的人 在这下面成交了 什么意思啊 在50买的 在50以下卖了 有40%的人割肉了 那么简单的说就是说 我们现在把这个筹码打到这个下面来 打到这一天来我们看 他的筹码接近于47.25% 47.70将近48 就是说我们能知道 有40%的人啊 有计算 一计算这40%的人 在50以下是割肉了 那么我们看现在筹码图形 现在呈现一个什么状态呢 就是一个下跌 我们看这个这就是下跌啊 下跌筹码下滚的一个状态啊 那么我们只是看到这个 这个我们假如说 我们在两格或者三两格 这个位置 他的筹码才20%多 应该说我们在技术图形 大家要等待一个什么图形啊 等待就是这上面继续割肉啊 这上面风在缩小啊 那么这个这下面啊 再扩大一点啊 再扩大点啊 最好这个风在下面密集这个位置 我们才考虑去抄他的底 否则的话 我们抄底是没有效果的啊 就是说我们给大家说了 这个个股 大家一定要根据这个技术图形来啊 包括电气啊 我给大家讲我在剩下的时间 我再给大家分析一下别的电气啊 今天就给大家拿隔离电气 把这个方法给大家说了 那么第一个基本面 他的问题我们说了 第二个就技术图形 我们也简单 我只是给大家过一个 就是流程啊 就是仔细的分析大家还要需要自己 那么最后我们看一下技术投资者 我们就看一下北向对他的一个呃 一个表现 大家看对北向现在已经的持仓量已经很低了啊 大家看持仓量已经非常的低了 对不对 已经从这个地方最高位开始减仓 到这持续了一段时间 他仍然没有效果 他就又开始减仓啊 因此说他的持仓量已经很低了啊 就是这个了北向这个持仓量啊 就非常的低啊 因此说大家要明白这个这个问题啊 持仓量是逐渐的下降啊 到这个位置 因此说机构投资者对他也目前来说 其实并不看好啊 近期也没有出现加仓的表现啊 因此说我们研究个股 大家一定要用这种方法啊 三个方面 基本面技术图形 加上我们的机构投资者 当然我给大家 不过是呃 时间关系只是给大家罗列了一些啊 没有全面的给大家铺开 我希望大家模仿这种方法 大家去对我们选出来的标的 那大家去详细的去甄别 嗯 今天呢就给大家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收看